你好 我是夏甲鲁 欢迎锁电晚间六七点新闻 首先来看到这烧金纸的灰烬被扔进垃圾车之后所引发的这个意外 而是在彰化市 民众呢当时丢了一袋纸巾灰烬 虽然已经是完全冷却了 但是扔进垃圾车 垃圾车这么一压整袋依旧爆开 像爆炸一样蛮可怕的 还有随车队员刚好下车在旁边没有受伤 北头的大行街发生电感倒下的意外 当时呢一辆大货车载着大型机具 行驶过程当中勾到了三条电线 可是驾驶也没有发现继续往前开 硬是把这电线赶给扯断 还砸中了路过的两辆骑机车 其中一名三十岁女骑士被电线赶给压住 幸好脱困之后只有轻伤 安平区的一起行车纠纷哦 今天清晨有一辆轿车突然在路上急下 后方机车车司机就按了喇叭 没有想到引发了驾驶不满 气的就从后车厢拿出了棍棒挥舞坐式要打悬 车上加乘客则是赶紧下来劝驾 而当时呢在见车上司机还在的乘客 在这现场又是单一线道 进退两难也把司机给吓坏 外桃源一名陈姓男子 日前跟胡姓有权 因为敬酒吵架他就怀恨在心 在十号凌晨不巧两人又在平正的一家热炒店 碰上了当场先吵了起来 陈姓男子很气哦 居然回家拿了折叠刀 再返回到店里头就往对方的胸口刺下去 胡姓被害权当场左胸鲜血直流 送一之后宣告不治 而这名嫌犯在饭之后呢 还自己跑到了养生馆呼呼大睡 两个小时之后遭到警方逮捕 而床方就吵了起来 这名男子离开之后呢 又开车到小吃店门口堵悬 就是不愿意让这名黄姓男子离开 不至于让他自己吃上了强制性责 起来 拿到路过刑选恐怕会触犯受违法 至于被对案指控是台谍的 郑宇清和他认识多年的教授透露 说他在五年前到了杰克结婚生子 妻子呢是来自大陆福建 其实很多往来两岸的学者 早就知道他人不见了 而另外一位不具名的教授则表示 在今年八月曾经联络过他在杰克的妻子 一谈到先生的问题他就显得非常紧张 不愿意多谈 好 还要看到在新北市民八十岁的妇人 回家途中一次重心不稳摔倒在地 附近有民众听到求救生赶紧上前帮忙 还陪他去医院 没有想到到了医院 妇人身上竟然有四千块说不见了 想是不是有人趁乱偷了他的钱 警方呢后来也主动就厘清掉了监视器 还查访周遭的邻居 但现在也不排除是老妇人自己忘记把钱放哪了 在山路上居然有人在滑滑板呢 双十点下 尤其是就在屏东台二四线 舞台公路上看到一名滑板运动爱好者 挡在山路上在滑行 后面呢则是有个黑色轿车在后头跟拍 事后警方就依据车牌约谈了三人道案 发现他们就是有其中一个人负责开车拍影片 另外两个人在山路上降滑滑板 全部被一公共危险罪含送法办 新闻来看到在新北市民 卓姓富二代就在父母开设的工厂 制造枪炮弹药跟毒品 甚至供染试枪 警方上门搜索将人逮捕 查扣屋内所有的枪械跟火药 而且怀疑他的父母亲早已知情 却隐匿儿子犯罪 嫌犯讯后遭到裁定手牙 这肌肉嘛 现在传承了不少台湾国产肌肉 在电载的冷脆过程之中 这个肌肉呢会被泡进次氯酸钠当中 清血就俗称的漂白水或消毒介质 甚至最久会泡到半个小时 对此呢 农友会防检局表示 就从102年开始 就建议要这样消毒 因为要避免肉品被微生物感染 关照外送 不过如果点的餐点 像小火锅这种汤汤水水的 高温指挽又很容易破 那么外送员的送到地点 就会看到都撒出来一大堆了 或者是杯盖式的热饮 如果没有胶带先贴起来 也很容易露出来 还有像是甜点蛋糕类 外送路上一路颠簸的 也很容易毁容 所以很多外送员 都得要自己想办法 免餐点送到杯局首尾 TVB的新闻 周恩的黄敬 新北市采访报道 而另外看到重大交通建设 基隆轻轨向上升级为捷运 还有整合跟捷运名声 细致线路线重叠的问题 随便会接三位首长呢 跟交通部长林佳容 在今天一起来开会讨论 初步可以确定基隆捷运 将要走地下化 延伸到南港站 并且衔接民生细致线的 东湖细致驱攻所断 希望能够进步缓解 内湖细致的交通问题 意味欺诈 他也见了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而洪秀柱谈到 谋求国家未来统一时 他也呼吁国民党 不要掉进民进党的民粹陷阱 对此国民党回应 一向坚持求同存异 尊重两岸分治 民车失望 很多民众等交车 都等了几个月的时间都有可能 只有民众预购了 德国限量跑车要价490万 在5月下定之后呢 等了三个多月等不到车 买家就想干脆退订 拿回10万电金 结果遭到拒绝 业者表示在签约前 就已经告知 没有办法确定 什么时候可以交车 一切是依照合约在走 而小宝官说 如果合约没有载明交车 日期想要拿回电金 确实有难度 还要看到南铁东夷最后两家聚拆户 在间凌晨 铁道局中部工程处突袭强拆 大笔警力打游击的方式 丰重出入口 跟在现场的住户 以及承抗学生 发生了多次推起冲突 全家90岁老阿嬷哭得很伤心 而到了上午7点 人员机具进到屋子里 开始动工 那么另外在东区的承家 经过协商之后呢 先把物品搬离后 再进行采除 非常激烈的抗拆手段呢 是在屏东屋台的 里纳里部落这边 有两户永久屋违建 县府预定在近期要强拆 那部落主人是在 今天上午来到县府前 来澄清抗议 没有想到 却有其中一位长老 疑似是用汽油 引火自焚 幸好旁人一看到 立刻就把他拉到水池 灭火马上送医 不害造成了 20%以上的烧烫伤 当然违建已经是 影响到了居住安全 是否如期拆除 现在县政府还要演绎 好 另外看到 就在台六十线云林路段 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名男子是从台北 开车南下到云林 那么当时呢 前方一张大货车 因为有突发状况 所以临时停车 而开车这个驾驶 恐怕因为长途 开车精神不是很好 所以没有特别注意到 等到安全警示 太大响的时候 他发现已经完全来不及 方向盘赶紧往右转 但驾驶座的 还是撞上了大货车 车尾整个压扁 而驾驶命大致受到情伤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